这是一个天才少年叫李贤 爸爸的同事随意倒出一盒火柴 他就准确知道数量 计算机都没有他的脑子快 但是这样一个天才 爸爸却觉得他是一个怪物 爸爸是一个罪犯心理学家 有一天无意间发现 儿子偷偷把小动物的尸体埋了起来 保安提醒他 最近有偷窃和虐待宠物出现 让他心里五味杂陈 有一天儿子看到他所研究的对象 说了一句话 他瞬间慌了 因为他正在研究的变态杀人魔 李俊英说过一样的话 并且这也是李俊英的杀人动机 儿子的好奇让他毛骨悚然 真的有人一生下来就是魔鬼吗 这天李贤发现爸爸没拿包 电话也打不通 直接来到警察局找爸爸 却意外见到了 爸爸一直研究的变态杀人魔李俊英 爸爸过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了儿子 正在跟李俊英交换秘密 爸爸立马带走了李贤 而李俊英却给李贤爸爸种下了一颗种子 小河的事他意外又发现儿子画的画 本身就是犯罪心理学家的爸爸 随手写下了一行字 但是却被李贤看到了 爸爸的亲口否定 无疑就是孩子最大的心理阴影 晚上爸爸看着熟睡的儿子 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李俊英 却不由自主地出出大 再等你自己的肩主地见到 中文字幕——YK